生命不息 电影不止 大家好 我是张不止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独夜汤姆哈迪主演的电影 疯狂的麦克斯 在未来世界 由于资源短缺 世界各地战争不断 地球也最终沦为一方废土 麦克斯就出生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本是一名除暴安良的警察 负责维持已经崩坏的社会秩序 但他却在一次意外中 被一个神秘帮派 这个帮派的首领人称布斯乔 他在资源稀缺的废土世界里 掌握着水 石油 食物 这些人们梦寐以求的资源 他手下还拥有一群 对自己疯狂崇拜的战士 这些人为了得到布斯乔的肯定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麦克斯被抓住以后 成为了一名战士的人体攻血瓶 一直遭到惨无人道的对待 而另一方面 布斯乔的德利手下费罗莎 就悄然发动了叛变 他在原本掠夺行动的计划中 私自改变了线路 带着被布斯乔视为 生育工具的女人们逃跑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布斯乔 他发动自己手下的战士 全力追捕菲洛莎 而作为人体攻血瓶的麦克斯 也被一名叫做纳克斯的战士 带上战场 他被绑在车头 持续地为这名体弱的战士 提供血液 而菲洛莎则明显对这次逃跑计划 早有准备 他有条不紊地应对着追捕大军 可这些战士还是过于疯狂 他们纷纷用自己的生命 阻止菲洛莎前进了道路 眼看着菲洛莎的战车就要遭到拦截 索性在关键时刻 一场核子风暴降临 将部分追击部队摧毁 麦克斯也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他在清醒后发现 菲洛莎的战车就在不远处 几个装有针槽袋的女人正在那里 她们原来就是布斯乔的生育工具 其中有一个还怀有布斯乔的孩子 为了顺利逃走 麦克斯选择与菲洛莎一行人合作 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 先将车上的石油运到汽油镇 可这个镇上的老大已经选择与布斯乔合作 麦克斯也只好选择帮助菲洛莎再次虎口脱险 之后一行人决定去往菲洛莎的家乡 一个拥有水和植物覆盖的绿洲 在这过程中 那个怀孕的女孩不幸身亡 而纳克斯却偷偷跟上队伍 她被车上的一名女孩感化 决定帮助一行人摆脱布斯乔的吹击 在穿过一片充满胀气的沼泽地后 菲洛莎终于发现了家乡的人民 但那个她心中的美好家园 却已经不复存在 他们之前经过的那片沼泽地 正是菲洛莎激励的绿洲 可恶劣的环境改变了这一切 她经历过这个重大打击之后 菲洛莎决定带着剩下的人们 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存地 但麦克斯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她认为与其继续逃跑 不如主动反击 去夺取布斯乔峡谷里的资源 于是在麦克斯的鼓动下 众人决定绝地反击 他们除了麦克斯和纳克斯之外 全员都是女性 可他们巾帽不让须眉 各个英勇奋战 最终在惨烈的牺牲之下 将布斯乔杀死 并带着她的尸体 接管了整个峡谷的资源 故事最后 菲洛莎打开水闸 让峡谷里的普通人民 都沐浴在这久违的甘露里 而麦克斯却没能留下来 与她一起分享胜利的成果 她选择继续一人独自远行 去拯救下一个需要拯救的地方 《疯狂的麦克斯》系列 始于1979年 本作作为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影片 相隔上一部 已经30年之久 所以本片堪称一部 划时代的重启作品 要知道废图一直是国外文艺作品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题材 不少人的童年经典 北斗神拳 以及风靡世界的游戏大作 辐射 都是这一题材的重要衍生品 它就像武侠之于国人一样 对国外观众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这一切在电影方面的起源 就是《疯狂的麦克斯》第一部 但这部影片对于国人来说 年代还是过于久远 瞎上时代上文化隔阂 让不少人无法领略 这部影片的魅力 而《疯狂的麦克斯》第四部 则在保留废图文化核心的同时 加入了现今好莱坞影片的流行模式 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继而去深入领略 废图文化的魅力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快看张布哲 我们下期再见